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邀请蔡湖雅芬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讲一些关于教育心理学的议题 Dr.Brenner 你好 Karen好 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前几集曾经讲过一些题目 比如说怨天由人 或者是讲当一件事情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是因为自己内在的因素 如果一些事情坏的事情发生 就会归咎于外在的因素 那么我们会讲一些什么题目呢 这个是一个倾向 不是代表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们被创造是很有特质的 当然这个说我自己厉害 他可能未必是调到白 但是那个心理的情况 他归咎的时候 他有这样的倾向 今次就讲我们刚才讲过 之前有很多原因 但其实我们被做有些需要 对不对 比如有些需要就是每个人都差不多 有没有吃到饭 我们中国人见面就说 吃到饭了没有 昨晚睡得很好 看来这些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需要 对不对 可能有些人说 哎呀 其实每个需要都差不多 不过程度有些不同 比如像我 可能我喜欢吃饭多一点 或者我喜欢睡觉多一点 可能Karen你可能喜欢吃饭少一点 睡觉不用太多等等 也有些程度不同 对不对 但基本上 都是我们需要一些 衣食住行方面的供应 也有些人在不同人生的阶段里面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需要 或者是今周和下周 他可能有不同的经历的时候 引导他需要也有些不同的 但倾向来讲 基本的肉身的需要就是最基本的 有一个心理学家 很出名的 叫做Abraham Maslow 他观察了很多 他自己设计了一个叫做三角形 我想大家如果有点印象 可能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或者你读书的时候 可能听过一个人叫做马斯洛 他就发现了一个人的需要 就将它归纳成为以下这种情况 大家在形光幕里面 应该看到这个三角形 是吧 是 我们一起看看 好不好 最底的那个是怎么写的 有 saber 就是 Karen 捕 Uni 黏 Martin 读一读 最底的那个 大家观众 Owens 看到的 Aquaman 之前 aproximadamente 最底的那一层呢 应该是生理的需要 fle Crush Power Power Squat ease 度的 对啦 水亦让里 income 厉害 Jackb Sit 生理的需要 叫做ää 生理的需要很简单 啊llo �ût like caryes 我要吃呀要休息呀等等 再上一層 再讀 安全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是很基本的 我們看到很多地方有風災 有些天災 他們有沒有地方住 流離失所 沒有了安全感 需要遮身之地 甚至一些工作 可能安全感多些 但這也是在肉身方面 我們需要有一個地方 一個兜 再上一層 再上一層就是 重屬於外衛的需要 這個比較高層次 這個比較高層次就是 我們需要屬於一些群體 即是歸屬感 對 需要一種被愛的情況 歸屬感 譬如你是不是有屬於 譬如你家裡 最基本上我們每個人都是屬於一個家庭 對嗎? 你對自己家裡有沒有歸屬感? 譬如有些人會屬於一間學校 對嗎? 你喜歡不喜歡你的學校 對 你以不以自己為這間學校 教學生為榮呢? 對 譬如有些專業人士 屬於教師專業團契 或者是會計師等等 他們都是一種歸屬 對嗎? 那就被愛 然後再上一層 就是自尊的需要 對 自尊的需要 可否舉些例子 怎樣叫自尊的需要 自尊的需要很簡單 譬如在辦公室裡 你走過這樣 每個人都被打了招呼 但你好像被忽略了 對嗎? 即是你需要別人尊重你 譬如跟你打招呼很簡單 譬如你做些事出來 那些人會欣賞等等 譬如有些什麼例子 譬如我們的孩子們 他們會被公開這樣 說你錯 罰你 我都要面子的 對嗎? 我想說 我們社會上 常常見到 有些人在街上教兒子 其實是 你以為他是一個人仔 他也有一個尊嚴的小朋友 他的尊嚴不會比大人的尊嚴小 如果我們在街上見到 見到家長當眾教兒子 其實不是一件這麼理想的事情 另一件事 你想起教兒子 我想起夫妻關係 因為很多時候 結婚來 他就會 給自己的尊重 會有傾向 有傾向 就是減低 為什麼呢? 因為覺得 理所當然 對不對? 對不對? 理所當然 我們也是夫妻 甚至有些人是老夫老妻 有沒有發覺 有些人的稱呼 已經跟了孩子們 是啊 阿強的爸爸 就不是 以前什麼Johnny 或者Peter 是這樣的叫做 是不是? 就是 你看到那個關係已經疏離 甚至 大家覺得 有什麼不重要 給自己尊重 對不對? 我們已經是以誠定局了 明白嗎? 那個尊重 尤其是女性對男性的尊重 女性可能比較喜歡說話 很多時候 夫妻有些什麼咬叫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最終這句話 總結 都是她太太 那丈夫會不會覺得被尊重 可能很多時候 丈夫不說話 你明白嗎? 所以在婚姻裏面 都是尊重的例子 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也挺有趣 就是說 好像未開始 在以誠定局之前 大家會有尊重 然後 如果誠定局之後 慢慢覺得 樣樣事情 都是理所當然 不需要再用努力 去維繫之間的那種 好的關係 這裡有傾向 這當然是婚姻戀愛的 但和尊重是很有關係的 怎樣去尊重對方 尊重對方的愛好 譬如有些男士喜歡打球 或者是甚麼 女性是不行 不可以 你明白嗎? 這就是屬於 大家看的刑歌幕 你就會看到 這叫做缺失需要 剛才你和我們舉例的 最底下那層是 身理需要 第二層是安全需要 第三層是 重屬於愛的需要 第四層是自尊的需要 這些可以歸納成為 缺失需要 缺失需要有些甚麼特質 缺失需要 就是那樣的需要 是需要去滿足的 滿足之後 某個程度 他都覺得很舒服 當然有些如果嚴重 他可能覺得太過分了 譬如我舉個例子 上次以前講過的笑話 生理需要食物 是不是 我現在吃完鮑菲 然後你說再請他吃東西 甜品呢 我聽到食物已經 哎呀 又是食物 你明白嗎 頭痛 頭痛 見到就很害怕了 所以這個是可以被滿足的 而每一個層次 就是根據這位專家 心理學家說 最底層要先滿足 然後才排第二 到安全 你沒有生理的需要 你不要說安全 你不要說尊重 不要說這麼高的層次 即是實際一點 一級級的 一級級的 然後這些需要是可以被滿足 而需要被滿足 譬如你吃飯 然後安全感 即是有啞傘 遮頭那些 是的 剛才好像我記得 你以前跟我分享過 譬如 就算一個人他幾有錢都好 但他都是睡一張床 他家就算有三個不同的房間 三個不同的房間 但他一晚只可以睡一間房間 那這些算是那些 即是生理的需要 還是什麼 安全的需要 即是如果有啞傘 就屬於安全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即是你滿足了他 你給了一張床 那就已經滿足了 即是根據這個原理 其實真的夠了 你要不要要這麼多 那你九晚那晚不用睡 就是換房間 為了去試不同的床 所以每一層都是有自己的特別的需要 而你那位的心理學家 他就說 要最底層的滿足了 你才可以上第二層 然後才可以上第三層 然後才可以上第四層 而這些四欄 如果基本上需要他 他就已經不錯了 但上面那幾層 對於現在這個世代來說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是的 你可否讀一讀 觀眾你們可以看到 螢光幕上面有一個三角形 上面有一個細的 最底下那層叫做 認識與理解的需要 認識與理解的需要 某個程度代表我們很想學習 不是代表讀書 有些人想起讀書就要上學 不是 又要考試 交功課 不一定 認識與理解 很想對這個世界事物 有一種好奇心 是吧 就像Karen那樣 你已經讀書了 是吧 但他們還是很想學習一下 所以他們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幫忙做主持 不同的節目做主持 這都是一種的需要 對於有些人來說 這都是滿足下面的比較 你剛才所說的血塞需要 才會再去做 如果Karen那天很肚餓 可能我也會堅持做主持 不過她可能就會有點辛苦 對 當你最基本的肉體需要 滿足不到的時候 何來其他知識探求 如果突然你說家裏地震 嘩 我想你那天請假 是 我想不會只是我家裏地震 香港這麼小 萬一 或者打風 那天可能 你不會有興趣 再做上面那些高層次 去滿足的需要 所以最基本的層次 你先滿足了 是吧 所以我想有些學生 是吧 我們學生如果下面的基本的事 沒有的話 她很難再向上發展 什麼 讀書呀 求知呀 去到學校都沒有人尊重我 我怎會更加有興趣去認識 是吧 不要說回 一聽到回我就很害怕 是吧 所以說那個根基要打得好 是吧 如果你最下面那層 你都未滿足到的話 是 就不會再去追求 這個三角形 上面更高層次的東西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社會上面的人 你說有理想沒有理想 那他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需要 才可以談理想 如果不是 那你普通自己的生活搞不定 還去談什麼理想 什麼 輔助約勢社群 成為國家同僚 根本就太遙遠了 他最重要的需要都未滿足到 那這個是一個基本需要 另一方面是看你那個 基本需要的要求是多大 譬如有些人說 我要住一間屋 是很安全的很舒服的 很簡單就可以了 那他滿足了 有些人不是的 可能我隔壁會告訴你 我住一間大屋 要有兩隻狗的 要有些外傭去幫你 那他的要求就大 所以他可能很多時候 他著重在最低層次的需要的滿足 而他是沒有辦法去到更加開心 更加令人快樂 平安那種的需要 那你剛才所說的 如果下面的需要未滿足到 就不可以再沉沉遞進去上面的層次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那你說社會上這類人有嗎 有 有 老實說在我們這個城市裏 或者大城市裏 我們很多時候都很強調這些下面 對吧 我們比較少強調 因為我們對於這個需求 好像是比較大些的 但上面的需求 你想想 知識 學習 理解 認識 哇 多美麗 哇 很靈人羨慕 是啊 對吧 你見到那個人 哇 學識很多 他說出來 是啊 這麼多東西我不懂 那會令你更加想追求 對吧 那接著想你再讀一下審美 審美的要求 哇 審美我們不是說那個肉 那個外表 那個肉身那個外表 但是另外一個審美就是說 你對於這些事的美麗 你能否看出呢 比如一個很簡單一個 坐巴士的行事 你看到有一個 一個年輕人 他可能微微笑 跟一個老人家 讓他先走 這些是不是美 但是很多時候 我說我很餓 說家裡又很吵架 等等 我就不會有這樣的心境 去看這個世界的那種美麗 對吧 對嗎 比如小朋友抱著媽媽 親一口 抱著那個菲傭 或者外籍 唉唷 好開心 我今天拿了什麼分數 這些都是很美麗的 但是如果沒有滿足下面那些 可能我們對上面的需要 我們是滿足不了的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人 大多數時間都是停留在下面那一層 就是滿足那些缺失的需要的時候 他心裏面有沒有一種能力去知道 我都需要上面那個三角形那隻 自我 sorry 生長需要的呢 他有沒有這個覺悟 是有這種需要 還是沒有啊 我完全不覺得那些是我需要的東西 我現在就是不要動 我現在下面那些缺失需要 我相信是有的 但問題可不可以萌芽呢 就是看周圍的人 看什麼鼓勵激勵他們 是不是 可能你以前不懂的 打算做一個會計而已 後來發覺 原來會計除了提供基本生活需要 是嗎 你有工資 原來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幫助其他人 你是有機會被激勵向上 所以我們做老師這麽重要 所以我們做我們的老闆 好 你的員工 好啊 你這間公司不只是為了賺錢 原來你可以服務社群 你做很多的義工 你員工他們那種精神 那種態度 他們真的變成一個真正的人 不只是一個跟動物有什麽不同 動物的話 我想它沒有那種審美的追求 認識與理解的需要 或者自我實現的需要 我想它沒有什麽理想 它的理想就是吃飽飯 傳宗接代 就是這樣 但是人就不只是吃飽飯 傳宗接代 就是了 你可能在公園可以訓練到 他們有這麽高理想 動物就是動物 在某個程度 可能在公園睡不到他們 可能會訓練一些基本的技能 而我們今天的教育制度 很多時候訓練一些基本的技能 忘記了我們 原來可以有一個什麽 生長什麽 生長需要 是的 整個世界有很多的東西 我們可以用什麼眼光去看 而最後的層次是什麽 就是自我實現的需要 什麽意思呢 自我實現是什麽 你接受自己 你接受自己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舒服 是的 那就不需要在這裏嫌自己 哎呀這裏肥了 那裏瘦了 然後這裏比不上人家 那裏人家又好過我 那裏人家有這件事 我沒有這件事 是嗎 是嗎 即是你接受了自己 但是你又很接受人家 街邊有很多人 對你好沒有禮貌的時候 你是否很生氣呢 是嗎 環境對你不公平的時候 你是否很氣憤呢 嗯 你又覺得很和尚 是嗎 是 平安 平安 那種喜樂 還有你還有希望 是嗎 是嗎 所以這裏叫做生長的需要 哇 真是 這些東西真的都很抽獎 怎麽樣抽獎呢 即是可以舉多些例子 可以嗎 譬如舉些例子 嗯 即是自我實現 是嗎 嗯 自我實現是怎麽自我實現呢 嗯 這些人呢 他自己對自己很接受 他對自己會有些自嘲 OK 不會即是壓低別人 是吧 他會很滿足 是吧 嗯 其實你看看這個歷史裏面 有很多的名人 他們都是屬於這一類 不如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印象很深刻 我有一個老師 他教我的東西 可能我都不記得很多 你溫習回來會記得回來 你用的時候你會回來 對吧 但這個老師是很特別的 他很接受自己 但也很接受他人 我只是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他的頭髮 他的頭髮很有型的 因為他的頭髮是兩種色的 但他那時已經有七八十歲了 我們現在看到一些人很有型 他的頭髮有兩種顏色 另外的顏色就是深色的 染色的 前面有一隻頭髮 就是白色的 即是他是染頭髮 他本身就是白頭髮 然後剛剛生出來的那些 就是自然色白色 然後在尾部那種 其他那種 其他那種 就是染了那種顏色 是的 他為什麼有這些白頭髮呢 剛才你說的 他已經接受自己 我已經是七八十歲 這是我的真我 我不用說要刻意染髮 不是的 你剛才說有深色那種是染的 深色是染的 但這個白頭髮是真正他的年紀 是白色的 是不是 白色的 一束的頭髮 是的 一束的 即是我們小時候 有些我們很難接受自己 我們可能會做很多整容 或者現在也是一個賺錢的生意 但這位老師 我很尊重他 他前面那隻頭髮是白色的 後面就是染的 有一次我和他 上了很多課堂之後 我和他縮下了之後 終於鼓起勇氣了 究竟為什麼你這麼有趣的 這頭髮 他怎麼回答我 我回答後 你剛才問我什麼是自我實現 我覺得 就是自我實現了 OK 這張頭髮 他真正的 他提醒自己 這是真正的我 但為什麼我要演髮呢 他說我家人 很難過見我白頭髮 所以他做了一個妥協 是不是妥協 對不起 不應該是共識 就是和他的家人 走到一個中間的 可以大家契合的地方 就是我為了我的家人 我就染那麼多頭髮 但我其實也不覺得 我需要去遮抗我的 真實年齡白頭髮 所以他在前面留下一點自我 很特別 有人以為他 是不是很潮流 他說不是 這就是我接受我自己的真正年紀 提醒我 我已經是這樣的年紀了 我要珍惜我的生命 另一件事就是 楊佳林不要那麼擔心 看到我已經很蒼老 他們很難過 你明白嗎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 他結婚之後 他不能夠生孩子 但他有九個孩子 領養 對 他很忙 逢星期日 假期的時候 他又派了一個時間表 今天我們見這個女兒 那個人派了一個時間表 好像醫生去瞞診 對 因為太多孩子 他怕不記得 所以他每個孩子都去照顧 你明白嗎 他的孩子已經長大了 對 但他還是關心 所以你看到他那種愛的付出 所以當一個人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他擺自己擺得好笑 因為他已經滿足了 他不要緊張我 我家裡多大 我吃得飽不飽 這些對他來說 他已經滿足了 是不是 有一次我打電話給他 他已經不在他原本的地方 他去到一個很偏遠 比較落後的地方 他在那裡做什麼呢 他不是說 我退休 我又可以搶遊船 他不是 他偏遠的地方去做義工 我打電話 叫他的時候 這麼久都還沒聽 原來他在上面的樓梯 一咳咳咳咳咳 然後走得慢 很多層樓梯沒有電梯 一咳咳咳咳咳咳咳 所以你讓我想起 我認識 我真的跟他有接觸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現實 一個已經是自我嗎 哎呀 哭起我了 自我實現的需要 你覺得是否一個很美麗 真是很美麗 又接受自己 又接受別人 這個例子 具得真是好 他不會因為他自己年紀 停止生長 他會繼續這樣 停止生長 你所說的這個 心長需要是可以 越被滿足 就越激發你 對這件事的學求 這一個需要 就跟剛才你 初頭跟我們說的 缺失需要 有一點點不同 缺失需要 去到某個程度 你滿足了 就已經夠了 但上面那個細三角形 是好像永無止境 那樣的 是啊 我想想想 日時要天國 就是這樣的景象 是否很美麗 你有融化的時間可以學習 是啊 是不是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探索 是啊 請我想想 我們下一代 我們年輕人的小朋友 即是我們是否很著重 下面那一段 其實今天我們小孩子 下面那一段 真的多得及 多得及 三天多得及 下又多得及 我覺得好像有一個 這樣的體會 好像小時候 對所有東西都更加好奇 嗯 比我現在自己這樣說 你講得對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我觀察一些小朋友 不要說小朋友 小動物都是 就是剛剛生出來的時候 那個學球的樣子 那個好奇的動作 是很多的 是很有趣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慢慢慢慢就變成熟 穩重了 然後樣子都沒有那麼 就是樣子就隨著變了 然後做出來的行為 說出來的說話 已經沒有那種 小時候那種 那種 求之獄 好像 這件事 應該是這樣的 理所當然 那件事應該是這樣的 這條有定例 那條有定例 好像問問題的時間都少了 越是高級 就越是問問題少 是的 越是小時候 什麼都不知道 就問很多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 將這個特質 一個這麼美麗 這麼可愛 這麼可以成長的特質 放在我們的孩子 放在我們的青人裏面 無論你是公司 如果你是一個成功的老闆 你真是希望你的員工是怎樣 不只是說 是呀 我為了薪金 而是令到他覺得 他這樣的事 是可以貢獻社會的 他那種成功感 是很大的 是嗎 是有那種成功感 但是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一個人 即你所和我們分享的 你分享的這個三角形 是說一般人的傾向 是的 還是所有人 所有人 所有情況之下 都適用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有一個好問題 我們很高興 我們在這樣的對話裏 我們想想很多問題 其實可能你也有很多問題 我們希望看到你的臉 可以聽聽你們的問題 Karen就說 是否絕對性呢 肯定不是 那你就讓我想起了 一些基督徒 當然其實除了基督徒之外 有很多其他好好的佛教徒等等 我們看一些歷史的片段 那時候 有些猶太人 給別人 甚至有些監獄裏面 有些人真的很好 她很肚餓 基本需要她沒有滿足 但問題 她因為過去的成長經驗 令到她可以看輕一切 是不是 她可以把那個 發了毛 但唯一僅有的 一塊小的麵包 她看到旁邊有一個 可能有一個媽媽 是壞了人 或者一個很病的人 她真的需要一些 食物 她會怎樣做 她把自己的份給了解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模式 不是代表我們每個人 規定要 你就是這樣 你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有很多成長的空間 所以說這個 心理學家 他發現的這個現象 歸納成為這個三角形 並不是我們要 困住我們的人生模式 不是說我們要跟著這個三角形的方式 去層層遞進 有時候 好像你剛才舉的例子 在一些極端困難的情況之下 有一些人 他覺得去犧牲 那塊自己僅以生存的麵包 給隔壁一位 他認為更需要的人 他這個動作 應該不是在下面 即是說 心理需要的那個部分 好像彷彿被我看到 上面那個小的三角形 擺在下面 即是說這個金字塔 可以調轉 是的 我們不是真的會 所有的情況之下 都在做這個三角形 裡面所說的那個 先後持續 當然這個三角形 有它非常大的功能 所以我們作為 要照顧下一層的 基本的需要我們要給它 是不是 譬如在小朋友 課室裡面 我們連尊重都不給它 或者青年人 讀書的時候 讀大學的時候 老師 隨便說什麼的意見 都批評它 或者你是一個工人 或者是一個老闆 可以不可以的 你有很多的跡象 你覺得不被信任 不被折納 不被尊重 他就變成一個 很密守成規的人 我是最安定的 唉 全世界的人 怎樣做 公司的人怎樣做 我就怎樣做 我幹嘛要去突破 去做一些創意的事情 不行的 我一定要在這個框框裡面 我覺得最安全 這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你剛才說 給一個框框自己 對某些人來說 是一種安全感 我也是同意的 是的 但如果你太安全感 你剛才又說到 沒有突破 沒有創意 那這是不是一個問題 是的 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下一集再繼續說 好啊 是的 好啊 因為時間有限的原因 我們今天唯有跟觀眾說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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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雙身 六年 六年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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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 五年 六年 八年 五年 五年 六年 五年 五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